大家好,欢迎回到Just You的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制作超现实模糊效果 这个模糊的效果其实很简单 最好选择笔直而不是很密集的森林 如果有弯曲的树就不太适合做这个效果 我会在Promere上做示范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A1里完成这个效果 方法大致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做效果然后再调色 首先我们导入视频 我会把视频的尺寸设置为1080乘以1500 这点不重要,视频的大小你自己决定 我们在效果里找到高速模糊 这里的模糊方向非常关键 除了默认的横向和竖向 我们还可以单独选择单方向的模糊 如果我们选择横向 那么模糊的方向就是横向的 这里我们要选择竖向的模糊 增加模糊的强度 勾选重复边缘像素 然后新建一个蒙版 调整蒙版的大小和位置 调节羽化值让边缘过度更自然 现在你会看到效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人物也被模糊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把视频复制一层 删掉之前的模糊效果 在透明度这里点击蒙版 调整蒙版的大小和位置 增加羽化值 这个蒙版就是用来保护人物运动的区域 不被模糊掉 最后一步就是调色 我会调两个色调 一冷一暖 从暖色开始 新建一个调整层 降低白色 然后到色轮 稍稍降低高光的亮度 中间调向黄色方向移动 阴影也一样 稍稍多移动一点 暖色调的调整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调冷色调 我们按住out 向右边拖拉去复制这三个层 在premiere里 我们可以连击鼠标左键 让所有的设置还原 你也可以直接删除lumetric color 我想让冷色调更加神秘一点 所以直接到色轮 降低高光 中间调和阴影都向南色方向移动 最后降低阴影的亮度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不管你是否点赞订阅分享 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 持续进步 我们下次见